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石油贸易商正在努力模糊俄罗斯石油的原产地 以保持这些石油贸易的顺利进行 报道称 俄罗斯原油被装载在被标注为未知目的地的邮轮上 这些原油航行至海上后 再在大型邮轮上卸货 随后与其他国家出产的原油进行混合 以此掩盖俄罗斯原油的身份 报道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4月 有超过1110万桶原油 被装载到未标注明确目的地的邮轮上 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前 这一数字几乎为零 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在3月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 然而美国进口商赶在禁令生效前 大量囤购俄罗斯石油 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信息显示 今年1月至3月 美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与石油制品 呈现大幅增长 不仅如此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一些俄罗斯石油已通过隐匿的方式进入美国 据报道 美国的航运公司和炼油企业 将俄罗斯石油与其他燃料混合 再对其进行提炼 从而模糊石油原产地 让俄罗斯石油得以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华尔街日报表示 一批购置俄罗斯的石油与石油制品 已于上月运抵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另外报道还称 印度炼油厂作为俄罗斯原油的大买家 就是先从俄罗斯大量进口 因为西方制裁大打折扣的俄罗斯原油 再由印度的精炼厂将这些俄罗斯的原油 精炼成印度生产的汽油柴油等石油制品 然后消网欧美